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誠實公司的工藝小教室 今天很不一樣喔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識別鎮帶 不是金屬的產品了 我們公司除了做金屬的徽章 鑰匙圈等等之外呢 我們也做很多識別鎮帶 那我們就來介紹吧 依照管理我們一樣是從比較常見的材質開始 那識別鎮帶最常見的材質呢 就是熱轉硬帶 跟高速帶 這兩個是最常見 那大家通常也不太知道他們兩個的差別 那我們就先來做介紹 上面是高速帶 下面是熱轉硬帶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看出區別了吧 高速帶是這種有紋路的 那熱轉硬帶是這樣 有點斷面光澤的 高速帶的底部 是這種有紋路的織帶材質 那高速帶的底色 就是帶子本身的顏色呢 是做染色的 我們可以依據Pantone色號 你們公司的標準色 然後提供色號 依據Pantone色號去對色染色 像這樣子 染不同的底色 上面的Logo顏色 也是可以依據Pantone色號去做印刷的 那我們層次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話 就是我們的高速帶印刷 會先上一層底膠 有沒有看到 就是會先上一層底膠再印刷顏色 那這樣的好處是 它比較不容易掉色 然後可以比較持久 然後就會比較有質感 那高速帶呢 通常我們就是做一到三色的印刷 因為每個顏色都在開一個板 三色以上 我們就會建議做熱轉印帶 熱轉印帶的話 是整條織帶做全彩印刷 那就比較 顏色會比較有一點色差 沒有辦法對色 因為是做CY可以印的 那它的特點就是 它可以印這種漸層色 然後它要印幾個顏色都可以 因為它就是彩色印刷 那要有漸層呢 就是做熱轉印帶 高速帶沒辦法做漸層色 本身帶子會比較柔軟 然後有一個很像是斷帶的光澤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熱轉印帶 就通常卡通圖案啊 或是插圖像這樣子 顏色很多 然後有漸層色的 我們都是做熱轉印帶哦 那我們統整一下 高速帶 底色依據Pantone色號軟字 那Logo顏色依據Pantone色號對色印刷 那通常是一到三色熱轉印帶 整條袋子全彩印刷 正反兩面全彩印刷 然後可以印彩色 漸層色都沒有問題 那袋子本身比較柔軟 然後具有光澤 那一樣 大家最常問哪一種比較好嗎 看個人喜歡的效果 那再來就是看你的Logo 看你要印刷的圖案 如果你的Logo是顏色很多 有漸層色 那你漸層色一定要保留的話 那就製作熱轉印帶 那如果注重顏色的呈現 就是公司的標準色 那就是做高速帶 我們可以做Pantone色號對色 再來另外一種也蠻常見的 是提花帶 編織的效果 跟高速帶不一樣 高速帶是印刷上去的 提花帶通常兩色提花的話呢 它們正反的顏色會是相反的 像這邊的文字是白色 反過來就是橘色 底色跟文字的顏色剛好是相反 也是提花帶 那它這個 欸怎麼沒有 顏色沒有相反過來 它就是做雙層的 另外一種比較高級的材質 尼龍帶 它雖然看起來跟高速帶有一點像 但仔細比較的話還是不一樣的 下面這兩條是檸檬帶 這是剛剛的高速帶 尼龍帶它本身也是有紋路 可是它摸起來比較平滑 然後會有一個也是很漂亮的光澤 然後本身也比較厚 高速帶是這樣 那尼龍帶的話也是底色做Pantone色號染色 然後Logo的話也是上底膠 加上Pantone色號去印刷 下面這個很漂亮 它是做特殊色金色印刷 有一點反光的感覺 那支帶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工藝 這一個 雷射織帶 它這個底部是做熱轉音帶 然後做雷射的Logo跟文字 那再來另外一種 沖粉織帶 它是做的像這樣子亮片的 或是貼鑽 有些手機掛繩也是貼鑽這樣子 這些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工藝材質啊 另外呢也有像這樣子 旁邊做印刷反光條 那也有車縫反光條的 在夜晚中 只要有一點光線 它就會有反光的效果 那除了支帶的寬度 長度 材質可以選擇之外呢 我們識別真的的配件 也都可以做選擇的哦 像是不同的鉤子 塑膠的金屬的 不同的扣子 不同的配件 都是可以做客製化選擇的 一樣在我們公司官網 公益姿勢底下有一個 支帶配件表 會有很多常見的配件 那如果裡面沒有你想要的配件 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在網路上有看到 範列圖片 都可以截圖傳給我們 像這樣子 都是不一樣的配件 金屬的插扣 塑膠的插扣 塑膠的鉤子 金屬的鉤子 也很常見的 易拉的 我們俗稱的溜溜球 伸縮扣 伸縮扣上面也是可以定製的 它識別真的不要覺得說 欸這是印刷logo 然後不同的材質 這樣子而已 其實不是哦 同樣是支帶 我們做成短帶 然後加上不同的配件 就變成登山勾帶 或是鑰匙圈 搭配自賣的車標 就變成不一樣的感覺 不同的長短 不同的配件選擇 做出來都是不一樣的感覺 那做成長的呢 做成長的 寬的 這個是我們行李束帶 行李的 然後也是帶子的應用 這是熱轉硬帶 然後做成比較長 比較寬 就可以變成行李束帶 那最近很流行的 口罩掛帶 熱轉硬帶 加上公母扣 就變成口罩掛帶了 然後這口罩掛帶 後面有加一個安全扣 一般識別症在後面 也可以加安全扣 外力拉扯的時候 它就會打開 就比較安全 總之就是五花八門的 識別症帶 袋子類的應用 我們都是可以製作的 歡迎大家有興趣的話 或是有需求的話 可以寫信到我們的 888信箱 或是發信到我們的 LINE帳號喔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